中国传统的手工瓷绣 一直以来都是由女性来从事这项技艺 严真在女子的手中翻飞游走 丝线翩翩起舞 凭借对线条的优美勾勒 以及对斑斓色彩的演绎 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刺绣作品 在丝绸上越燃而出 千百年来 这些擅长刺绣的女子都被称为绣娘 周英姿和她的妈妈都是苏州本地的绣娘 她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刺绣 这也是刺绣行等里一直延续的老规矩 我六岁开始学习刺绣 我妈妈说女孩子一定要学会刺绣的 要是学不会做不好刺绣 你将来就会嫁不出去的 一年一度的中国刺绣艺术节 是中国最大的刺绣盛会 能够在艺术节上展示自己的作品 是对每个刺绣艺人水平造诣的肯定 周英姿自然不愿错过 这个和国内刺绣高手切磋交流的机会 她想制作一幅能够代表苏州高水准的刺绣作品 要想让作品能够顺利入选 周英姿觉得最保险的办法 就是和妈妈一起合作 有妈妈的经验 再加上自己多年对刺绣的全新理解 两代人一起合作的作品 肯定可以在艺术界上备受关注 苏州地处江南的腹地 这里曾经是中国艺术文化的中心 诞生过众多才子佳人的故事 善于五文弄墨的才子 为刺绣创作了众多的题材 在通过记忆精湛的绣娘穿针引线 呈现出精美刺绣作品的同时 传统的刺绣记忆 也就这样世代地成袭 周英姿带着合作的愿望 第一时间就来和妈妈商量 可在刺绣作品的题材上 母女两人却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周英姿和妈妈都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 谁都不愿意妥协 合作的愿望不仅没有达成 母女两人还落得不欢而散 对于一个从事刺绣 五十多年的绣娘来说 周英姿的妈妈绘书真觉得 苏绣就应该坚持传统的审美和风格 周妈妈的苏绣作品 也曾经赢得过行业里 众多的奖项和荣誉 甚至作为国礼赠予外宾 她始终相信 苏绣这门技艺 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 就是因为对传统的尊重和延续 而周英姿恰恰觉得 当下的苏绣要用现代的审美来创作 这些年来 她一直通过各种尝试来寻求突破 向另辟蹊径 融合更多的艺术表达方式 她经常会去看一些佛像 壁画 从中去捕捉灵感 周英姿的目的 就是想制作出 传统苏绣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题材 这才是她新一代秀娘的独到之处 苏绣传统技法 已经绵延传袭两千多年 在刺绣之前 染线是一项最基本的工艺 绘书针采用的 就是最为传统的染线方法 它从植物中提炼染料 在凭借个人的经验 对温度、染料进行控制 从而染出千变万化的颜色 与母亲不同 周英姿觉得 必须与时俱进 她不断尝试 使用现代技术进行染线 她相信完全量化的染料配比 以及精确的温度与时间的控制 能够制造出更加丰富自然的色彩 通过染线 苏绣的创作在色彩运用上 将会更加地得心应手 周英姿跟母亲为了苏绣的事情 可以说从小就矛盾不断 小时候我其实挺恨妈妈的 因为她比较严厉 老是爱管着我 周英姿并不想整天待在家里学习苏绣 她无时无刻都想逃避这枯燥的学习 和母亲的管教 在苏州 小女孩学刺绣是千百年来的传统 刺绣更是江南女子必须掌握的技能 她与编织 缝纫等手工技能 在古代被统称为女工 结婚前 傅家要从女工的绣品中 去了解女子的生活技能和品德 傅家认可这些 才会放心地将女方娶进门 周英姿的母亲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这些想法在她的脑中已经根深蒂固 当我坐在绣架上绣东西的时候 妈妈都会很迁就我 几乎是百亿百顺 她甚至会把盛好的饭都端到我的手里 绘书针认为传统肯定是丢不掉的 比如这绑绷架的工序 苏绣的针法细腻 针与针之间排列非常密集 如果绣部有褶皱 绣好的针会错位 所以必须将绣布非常平整地绷在架子上 这个工序一直延续到现在 绑不好绣出来的只能是废品 绘书针先将绣布固定在支架的缝隙里 通过旋转支架将绣布拉平 再用两根插针将其固定 最后用绑线把绣布另外两个边固定在绣架上 上崩架是古往今来每个绣娘的基本工 制作苏绣都是从勾稿开始 绘书针从未学过绘画 更没有经过系统的美术培训 虽然是照着图样在绣布上勾勒线条 但它的笔法流畅自然 这有赖于五十年来的笔法锻炼 勾稿是刺绣的基础 只有勾稿细致才可能绣出好的作品 邹英姿对和妈妈合作的事情依然抱有希望 就特意想烧两个妈妈爱吃的菜 想把这件事情重新商量一下 终究来说 有妈妈的经验做依靠 再注入自己的想法 母女两人各取所长 一定可以创作出好作品 可是当她看到妈妈已经开始着手创作的时候 就知道合作的想法已经破灭了 事到如今 邹英姿也只能开始准备自己的创作了 匹丝是创作苏绣作品避不开的一道精细工艺 苏绣作品重视细节的表现 普通的丝线往往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特别是处理金鱼尾巴 或者动物毛发时都需要匹丝 丝线都是由蚕丝缠绕制成的 匹丝就是将防好的丝线再匹分成更细的线 这是一个绣娘必须要绘的一个基本的技能 妈妈现在60多了 闭着眼睛都能把线给剔开 剔出最细时 丝线直径只有5到8微米 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这样的丝线已经轻巧到能够漂浮在空中了 江南水乡丰富的人文风情 为苏绣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 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苏绣艺人的审美观念 绘书针要制作的 就是最为传统的题材 螳螂小猫 鸭瓣是制作传统苏绣最基本的针法 这种技法是按照后面先绣 前面后绣的顺序进行 绘书针先由猫脚绣起 它按照小猫脚上毛发的自然走向 采用平针的方法进行刺绣 这种针法采用相同颜色的丝线 平行而整齐地进行绣制 绣猫身的时候 绘书针为了表现出毛发丰富的层次感 同样将丝线进行平行排比 但是针脚错落有致 并且在相邻两行 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绣制 使猫背产生了有肉有毛的浑厚感 这种针法在苏绣中被称为施针 想要把这小小的一只猫表现得活灵活现 需要融会多种不同的针法 关于艺术节上的刺绣作品 邹英兹并没有急于动手 因为绣更多的是在于技术 而他认为设计的创意和独特性 才是最重要的 他不想把自己局限在祖辈传下来的图案里 他想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新的内容 他认为现代的绣娘 要更多地融入个性化的设计 赋予更多现代化的创作思路 这样才能提升苏绣在当代的艺术价值 邹英兹不满足于传统刺绣的题材由来已久 在他18岁的那一年 就想摆脱母亲每天教授他的题材 妈妈那时候老师让我绣一些花卉啊什么东西的 我就觉得特别的烦 然后我就跟妈妈就是谈条件 我就说你要么帮我找老师 否则我就不干了 在邹英兹的再三要求下 母亲终于放手让她走出去 从此她的事业可以更加地广阔 接触到了众多不同的艺术观念 离开母亲的日子里 邹英兹的苏绣记忆日渐精进 作品也在不断地被认可 甚至还开设了自己的刺绣艺术馆 可邹英兹内心的情节 一直更希望得到妈妈对她的认可 在2000年的时候 邹英兹专门用苏绣 制作了一幅母亲的肖像 来证明自己绝对没有辜负妈妈 一直以来对她的期望 做那个作品的时候 反复地拆了又绣 绣了又拆 试过了很多种的技法 但是都不合适 她后来就是想到 小时候妈妈给我做的那双千层纳底鞋 底鞋上的那个细细蜜蜜的针角 邹英兹用灵活的排针方式 使绣线在绣料上呈点状或短线状针角 这些针角之间 以相隔 相叠 相接 和相交的四种形式构成绣剂 绣剂 在绣料平面上 以疏密变化的方式排列布局 邹英兹把这种针法 取名为滴滴针法 滴滴秀当时我想到的是 就是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 那还有一个想到母亲的伟大 妈妈对孩子的爱真的是无私的 所以我想以这个方式来回报我的妈妈 滴滴针法 成为了中国刺绣界 首个创造发明专利 至今也是绝无仅有的 当这幅作品呈现在 惠书针面前的时候 它一下就被吸引了 这与它之前见过的传统苏绣 完全不同 独特的形式和质感 让这幅苏绣 有强烈的素描效果 这样风格的苏绣 对惠书针来说 太过于颠覆 太特立独行了 苏绣 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从最早的单线轮廓 发展到精致的装饰图案 从传统细绣 发展出乱针绣 从单面绣 到双面绣 苏绣 一直在传统中不断的创新和提升 邹英姿一直觉得 还是必须要坚持 自己所追求的创作思路 67岁的惠书针 眼神已经开始有些不济了 手也没有年轻的时候灵活了 刺绣行当里面 对手和眼睛要求是极高的 他觉得自己能够从头到尾 做一幅这么精细绣品的机会 可能也不多了 绘画最难的环节在于点睛 刺绣同样如此 绘书针决定 使用套针来制作小猫的眼睛 套针就是利用长短不一的针角 配合颜色深浅不同的丝线 层层嵌套式 套针的最大优势 是能够保证颜色过度顺畅 唯有如此 才能绣制出一双明亮的小猫眼睛 邹英子 用一直探索的现代技法 来展现苏绣的魅力 这幅参加艺术节的作品 他就将自己独创的滴滴针法 和乱针绣 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这个题材 源自于邹英姿自己的一幅摄影作品 当他看到生机勃勃的藤绊 依偎在斑驳的墙壁上时 体会到了相互依恋的情怀 于是创作了这幅苏绣作品 甲 中国刺绣艺术节上的八位评委 都是中国顶级的刺绣专家 他们不仅是鉴赏家 而且都是苏绣大师 来自全国各地送来参展的刺绣作品 只有得到专家的一致投票 才有可能入选 而邹英姿母女两人的作品 都备受关注 母亲慧淑珍的作品《螳螂小猫》 有着鲜明的传统色彩 到现在为止 这个螳螂猫是最好的 小猫好像是要破出来这样子的 丝线密质有序的演绎 完美地营造了小猫毛发细致柔软的质感 同时发挥了绣线的明亮光泽 把小猫的眼睛绣得水汪汪 亮晶晶 活灵活现 呼之欲出 邹英姿的作品《家》 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这个作品是有创意的 它无论从里面的内容 还是外面的那个张表 它都是比较新颖 像这幅作品 它就是采用有食物的那种 叶子的那个色彩来绣的 它在那个背景上那些 全是用水墨的那种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看上去那幅作品比较高雅的 它很有一种艺术的味道在里面 邹英姿母女两人的作品不分伯仲 双双地入选了艺术节 对他们来说 这肯定是最令人满意的结果 苏绣这门古老的手工艺 作为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一代又一代绣娘手中 不断地传承和发展 争议也许还不会因此告一段落 母女两人的血脉亲情也无可替代 可以肯定的是 苏州刺绣的发展还在继续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独特的题材 全新的针法 飞舞的银针将会呈现出一幅幅 具有中国意韵的苏绣精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